提起李玉,我们的第一个回想到的大概就是他写的诗词了吧,倘若他仅仅只是个诗人,或许会在文坛上大翻异彩吧,但是他还有一重身份,那就是皇帝。 在那个动荡的时期,一朝天子竟然醉心于文学,想想就会让人笑掉大牙巴。 可是,这也不是他的错,因为他们的祖先就耗醉心于文学。 他的祖先是李变,乃是南唐的开国皇帝,他年轻时贫困潦倒,后被徐温收养,改名为徐之号,凭借着徐温的背景,他渐渐走上了官场。 在徐温去世后,他就开始大师拳脚,迅速把兵权拿到手,做了吴国的太尉,而且一路加官进爵,很快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少了。 后来,李变自己登上了皇位,改国号为齐,他后来又重新改回了自己的名字,宣称自己是唐朝后代,改齐国,叫南唐。 只不过,李变并没有宏图大志,他偏安易于,坐着皇位,崇尚文学,这就使得他的后代也比较偏爱文学。 李玉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公元943年,李变去世,被埋在柯青林。 1950年,一些孩子无意间找到一个生洞,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们就进去了,还从里面拿出了一些东西。 这些东西,后来来到了古董商的手里,专家们这才知道这座古墓被盗了,立马开始挖掘。 可是,随着挖掘的深入,发现古墓里基本上都被盗墓贼光顾了个遍。 更可恶的是,一块木砖上还有燕罩人士到此一游的字样,专家看到后说,太嚣张了。